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在江苏的扬州 在整个卫航的房车基地 我看到了一款我的梦中情车 为什么说是梦中情车呢 一直以来想要我推荐大厂生产的 T型方舍的朋友是非常多的 我今天就找到了这一款 不仅外观看上去非常的时尚 那里边也是让人觉得目瞪口呆 咱们赶快来一起看一下 这款罗曼特斯T2 Max 是基于伊维科Ocean底盘打造的 在动力方面是比较强悍的 它用了3.0T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财福8AT变速箱 最大功率125千瓦 峰值扭矩400牛米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外观 宝石蓝的配色 摸起来是一个磨砂的质感 加上珍珠白 它们两者搭配起来 是显着既高级又时尚 咱们再来侧面看一下 外观尺寸上这款车长度是5米98 宽度是2米3 高度是2米78 那这个高度在T型房车内 还算是比较友好的 上方是安装了有手动的账量棚 那整个这边就是一个室外厨房的部分了 能够看到室外的厨房区做的还是比较精致的 为什么叫梦中清澈呢 看这个调料都有这么多个位置可以放置 那下方是一个抽拉式的燃气灶 厨房区还配备了有一块外置的小桌板 那这个面积是不小的 在我们炒菜烹饪的时候就可以将它放下 或者是打开上方的一个中央棚 就可以搭建一个临时的休息区 在这里可以喝饮料品茶都是不错的 那再来后方就是一个加水口了 在水路方面整车是配备了有200升的清水箱和70升的灰水箱 在尾部下方是配备了三个拖车口 那上边则是一个倒车影像 在侧面这里是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空间 能够看到里边现在是已经放了一些的物品了 那这个高度上是比较合适的 还能放更多的东西 并且这里边还有一个照明灯 以及五孔插座和USB接口 那在储物空间的旁边是一个试电的充电口 电路方面整辆车是采用了3000瓦的逆变器和1000A的锂电池 以及6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 因为是T型房车 所以在驾驶室内部能够感觉到空间还是比较充足的 主副架都做了一个空气悬浮的设计 那么坐在主驾驶上能够感觉到这个视野还是不错的 那再来看一下真控台 除了一个导航影像一体器之外 上方还有一个全车影像 屏幕也是比较大的 比较便于我们在主副驾驶座的时候来查看 咱们来看一下驾驶室上方 首先是配备了有一个余屏电视 然后要讲一讲的就是它这个比较人性化设计的隐私拉帘 是做了一个U型设计 能够完美的将这个电视露出来 以及主副驾驶的后座椅 它都不会挡到我们这个拉帘的拉动 然后就是上方的这个天窗 它尺寸是比较大的 那在休息驻车的时候 打开它通风换气或者用来欣赏风景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是T型房车嘛 所以它是有一个小额头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方 都是有一个储物格的设计 并且这个LED的灯带也是比较的漂亮 看起来非常的温馨 惠客区是采用了航空座椅 颜色比较的高级 是一个浅灰加白的配色 皮质包裤做的比较舒适 既然是一个航空座椅 那就肯定是安装了一个电动加热的功能 并且座椅四项可调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惠客区前方 是一块可以折叠的大桌板 这次也不是小桌板了 将它打开可以坐在这里来品尝饮料 或者放一些书籍 都是很不错的 那侧面可以看到这款车 下方是做了一个皮质包裤的 这个白色摸起来质感是非常的好的 那侧面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家用的便品空调 格力品牌 然后坐在这里你可以吹着空调 还能品尝到饮品 看看书什么的 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便是这个角度观看前方的余屏电视也是很不错的 在车的中门上方是一个控制面板 以及电的使用情况 然后这个灯电以及逆边器的开关 都是在这里的一个集成式的设计 如果想要调节的话就都来这里 在一进门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小玄关的设计 上方是一小块平台可以放置物品 那下方就是一个鞋棍的区域了 可以想象一下一上车就在这里换鞋 随手还能把手机放在这 之后换完鞋就可以去车内了 这样的一个设计可以保证车内不被弄脏 为什么叫它是我的梦中情车呢 那就是它整个车内厨房是非常大的 可以看到这个上方是一个微波炉 那这里呢还有一个抽拉制的吸油烟机 那在这里炒菜呢还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呢就是操作台上这一块带盖的洗菜石了 这个洗菜石设计的呢是非常高级的 上方呢是有一个木制的盖子 将它打开呢还能发现也有洞片 深度是不错的 并且这个水龙头呢是可以旋转两次 大家看很高级对不对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方呢是有一块的储物抽屉在的 可以分类来放置物品 比较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冰箱是独立冷藏独立冷冻 但是啊它不是竖着放置的 它横着放置了一共155升的冰箱 在厨房区的侧面呢还贴心的设置了一个微波炉的开关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微波炉还有独立开关的呢 这里还有一些像电视啊氛围灯以及冰箱的开关 都是在这里的贴心的给标注了出来 然后啊下方还有一个五孔插座 可以配合在这个厨房区放一个淀粉包或者电磁炉 那侧面这个小桌板呢是可以打开的 也是进一步的延伸了一个车内厨房的操作台面积 在生活区的这个中间顶部呢是配备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灯的 三档亮度可以调节 冰箱的颜色也可以根据你的心情喜好来调节 车尾部呢是采用了一个纵制床的设计 尺寸呢是1米95乘以1米1 睡下两个成年人还是可以的 下方呢还有一个滚筒洗衣机 这个位置设置的还是比较方便的呀 不会占用到我们的生活空间 并且呢也可以让我们云出更多的时间啊 不用洗衣服可以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那床的侧面呢则是有储物吊柜 这里呢还有一个开放式的储物盒 想一想啊在这里放一点鲜花呀 或者放一些自己喜欢的香薰 这是一个很好的睡眠体验 那这个床垫呢也是比较舒适的 采用了一个5厘米厚的乳胶床垫 做起来非常的柔软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床头 床头呢是有一大块的置物空间啊 上方呢还有一块无线的充电板 在你需要休息的时候啊 将手机在这儿轻轻一放就可以实现充电了 那没有一根实体的充电线的话呢 使用起来也是更加的安全 上方呢是有一个阅读灯的 可以来调节色温保护眼睛 下方呢则是一块储物格 这个两层设计啊可以分类放置不同的物品 在我现在坐着的这块面前呢是有一个衣柜在的 这个长度啊是非常不错的 上方呢可以挂一些外套啊什么的 那下边也可以存放不少的衣服 卫生间内部呢是做了ABS吸塑液体式的设计啊 防水防潮 那么侧面呢是配备了有毛巾杆 以及这里的洗手池啊 然后啊这个洗手池 是和咱们在火车上见到的那种差不多呀 做了一个独立的淋浴喷头 这样使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侧面呢还有一大块的置物空间 可以用来存放洗漱用品 那上方呢是有换气扇的 并且啊这里还有一块可以挂衣服的区域 那打开换气扇啊直接衣服就可以在这里吹干了 非常的快捷 我身后啊还有一块可以补光的梳妆镜 并且呢还添加了一个电子加热的功能 这样的话啊即使是洗澡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这个镜子 不会有水雾影响 为什么说这款是我的梦中情车呢 是因为它这个整体浅灰色的配色呀 看起来并不会十分的惹人眼球 但是呢却有一点低调奢华的感觉在的 并且呢整车都是采用了一个实木的家具 看起来质感是非常的好 这款车呢给人的感觉在生活去待着呢 就是非常的舒服 让人非常放松 那给人一种家的感觉 当然了我家装修的还没有这么好啊 哈哈哈 目前呢它的售价是在47.98万元 哎还是好好打工吧 我一定要将这款车带回家呀 总的来说呢这款车性能是比较优秀的 并且啊整个内部空间的感觉呢也是比较好的 而且啊这个航空座椅还能在你疲惫的时候 给全身来一个SPA 是不是很好的体验呢 有了这款车呀你都不用出去按摩了 目前啊我的梦中情车就是这一款了 那后续呢会不会再有其他的移情别链车型呢 咱们拭目以待 本期分享呢就是这样啦 有啊 ditch 凑 Kel ות 准了 我說 咱用 咱用 咱用